朱立倫他的確會願意為了總統大選 做一些他本來做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覺得這是好事 那麼這一次去韓國瑜一定是要 因為第一個 在這些準總統候選人裡頭 大家都覺得說 吳敦義不管跟韓國瑜交情怎麼樣 韓國瑜是他提名的 那王金平更不用講了 他的三三整個韓國瑜的選舉 王金平投入了那麼多 還有包括王金平最麻吉的 這些白派的大佬們 蕭翰俊等人 都一直跟韓國瑜這麼的親這麼的好 那選完之後 王金平跟韓國瑜的見面就很自然 雖然韓國瑜也是一直祝福王金平 心想事成 每個人都心想事成 但是王金平跟韓國瑜的互動 大家都覺得很自然很親密 如果王金平要選的話 韓國瑜一定會支持也不會有問題 可是朱立倫感覺 就是說在這個人生的經歷過程裡頭 跟韓國瑜比較沒有交集 所以在這個情形裡面 你也不得不面對現實 那他親自去高雄 然後去拜會韓國瑜 我覺得這個誠意是道德 那韓國瑜本來就是一個很溫暖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怎麼講 人生歷練很圓滑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元熟的人 他不會讓人家下不了胎 也不會讓人家難看 也不會讓人家不舒服不好受 很溫暖 對 更何況是想要選總統的人 那每一天大家都在問韓國瑜 要不要選 韓國瑜一定會很溫暖 大方熱情的接待朱立倫 不然的話這還像話嘛 是不是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候去 當然朱立倫跟韓國瑜 都要釋放出他們想要釋放的訊息 尤其是朱立倫 他的關鍵 他只想要達到一個結論 朱立倫自己也講了 後面也直接講 就是韓國瑜做什麼 我都支持他 表示說我選上了總統 韓國瑜高雄所有的要求 我一定全力 但是我現在已經開空白支票給他了 我覺得他是這個意思